新疆大盘鸡和清爽不油腻的蒜蓉粉丝蒸酸味就一锅出了 先来回顾一下这道家庭版新疆大盘鸡的制作方法吧 制作新疆大盘鸡所需的制裁有 小公鸡 土豆 青红尖椒 番茄酱和啤酒 第一步 将小公鸡一切两半后改刀成块 将鸡块下锅焯水 加少许料酒去腥 将切片 葱切断备用 再将超过水的鸡块出锅后洗进表面血污 第二步 锅中加油 下入葱姜 煸香后再下入八角 花椒 白纸和红辣椒爆香 下入鸡块翻炒 加适量番茄酱 料酒 酱油 再加入啤酒 炖煮20分钟 第三步 土豆切片 洋葱切块 青红尖椒切块备用 另起锅 锅中加油 下入土豆炒香后加入到炖鸡的锅中 加适量糖和盐条味 继续炖煮 第四步 锅中下入洋葱和青红尖椒 煸香备用 将锅中的鸡肉大火收之后 下入炒香的青红椒块和洋葱块翻拌均匀 除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